一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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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开 我弟弟在这里 开始在这里住 到我女儿四代 下底地下 我见外公 即是我赢 留着我外公 我自己的弟弟在这里玩 在这里读书 你读书 所以我在隔壁二楼 于是梁仲怡 我都在隔壁同尊 不需要去哪裏 走到隔壁就是 在那裏出生 我在那裏出生 在那裏出生 我告诉你 上高 那裏出生 那之后又是 那裏出生 bud 即是医院 即如医院 所谓的 他們的泰公、泰婆在這裡住 住就到他們了 泰公泰王 很久沒聽 等於原居民上行 幾十年了 我以前在灣仔住 我以前在灣仔 泰公就在太陽街 你知道嗎 現在萬年大廈 現在它建了 我沒有了 讀書都是在灣仔才讀 一直讀 讀到上去黃仁 剛剛讀到第二班 打仗了 最後就去了英國 這是一座與兩位老人同齡的樓 之前因為粉刷外牆時 政府物料庫只剩下藍色油漆 而成了今天 人們口中的藍霧 基層市民的生活無人顧及 即便心除灣仔鬧事的車水馬龍 也沒有這一天來的熱鬧 有些人不斷 在這裏面前 有些人說 這裏面前 是一座的 你現在在這裏面前 是一座的 有些人說 你現在在這裏面前 就像在這裏面前 獲實監管市建局 獲實監管市建局 美建局招令直載 市建局招令直載 各位都講過 很多故事在這裏 我就不想 詳細地講 因為我只想在這個 藍屋 因為我已經 四代同堂在灣仔藍屋住 自己都八十多歲 所以 經過這次 爭取留屋 又留人 這個過程 都相當艱苦 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 我們不付出代價 就不會有今天 六年前藍屋的抗爭 比眼前的這一幕 要激烈進取得多 政府要收樓搞寶玉 家就這樣沒有了 等待賠償 等待搬遷 在這住了一輩子的街坊 一直公文下來 完全沒有招架的禮 民間團體和街坊提出的 留屋留人的方式 得到政府認可 八戶街坊選擇留下 而陳伯任伯他們 都離開了 我希望我們通過這個 香港生活館 今次關於藍屋這個故事 我們以香港人重新 看回我們的故事是怎樣寫 這班街坊 大家都看到了 不如我們逐個逐個介紹一下 好嗎 這個是陳伯 陳伯以前就住在這裏樓上的 阿任先生 是 真人版 真人版阿任先生 在那裏給人家看 四妹 你們一定要認住他 因為四妹都好像在那裏 在那裏 大家記住 他有一句口號 這句口號 你去到哪裏叫都可以 這句口號就叫做 我是四妹 我住在四樓 我要留在四樓住 記住 原來是這個市區重建局 這隻大怪獸 拆完這個器貼雞 又想走來這裏 收了這個藍屋 要來做 博物館 博物館 大家聽說 好像很好 但是再想想 這裏還有一個人住 有些街坊 很堅持說 我們一定要在這裏住 就是在那些 很多次討論裏面 四妹的口號就出現了 那個口號就是 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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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份都是博物館 廟宇 學校 大藍屋正正不同 因為它是一班很基層的街坊 很不顯眼 似乎很不顯眼 它留在這裏正正有一個重要性 就是我們有多重視 香港裏面的一班基層市民住的情況 今天在慶文街搞的一個社區經濟一條街 你看看對面其實是在拆樓 對面其實是短短的一條街 只有十幾個號碼 已經說要建兩間酒店 這裏作為舊區其實去面對很大的挑戰 無論你在經濟上 資本上的財力 你沒有辦法和人批定 你在政策上你也都 反抗不了 其實不是打仗 而是捱打 這個虎仔開始 其實就是有一天 我們就在藍屋附近 日常生活的寫照 那些歐婆婆那天很生氣 在那裡大聲 在那裡說粗口地在那裡罵人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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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不打緊 街坊就問歐婆婆什麼事 歐婆婆就告訴她 上面天台 不知道為什麼會飛了些尿下來 那些錢北街坊就決定一起上去 那天台那裡看看發生什麼事 上到天台那時候 就發覺原來 天台那裡有那些樹 掉了那些樹枝 樹枝 就塞了那條尿去 那些街坊就說 不行喔 等政府來做事就死定了 不如我們一起做些事吧 這一刻 就是街坊第一次明白到 我們一定要一起做些事 又鋪排了日後 他們一齊去爭取藍屋的好肉 其實現在的房間 那些有些間奏 物質質 什麼人等都有 當然是很舒服 當然要有些婦人住 我不用擔心到問 我會流通記號 在騎樓室 在報紙 跟街坊打招呼 有什麼小朋友有什麼事 有什麼司律 我沒有空 你給我看看他 那人都可以幫他 你現在幫不幫到 你親自我都幫不到 你生了一個家 現在每個單位 每一層新樓都可以說 都是指數不指數 莫觀他人 雅上雙 一想起街坊 這兩個字 就會想起那種社區倫理的關係 一班人住在一個很近的地方 而正正地印象 這種很近的一個物理上的距離 它衍生了一個很近的關係 這種聯想 是我們舊區容易發生的聯想 你去到所謂的新樓 就是原方樓上那些 就是過萬過億元的豪宅裡面 會用街坊這個字 所以街坊它衍生出來 就是一種很近的 無論是一個物理上的距離 或者是一種關係上的接近 人家的衍生 中為最多人的衛生 陪我客人 其實可以堅持 一個很像 一個的衛生 去看 去公廁 洗澡 拿兩件底衫 只有一條毛巾就搞去 過去沒有花糖的時候 就要偷一隻糖 吹一下水 泡一下水 現在有奶水淋下來 所以不用糖 只要你小心火腫 不過廚房都是一些石屎的 就不是木 小弟那時候試過不是很大 一下就夠色 不是我們那個單位 在樓上 很容易 我提升合力 搞定 列入保育計劃的藍屋建築群 還包括周圍的黃屋 塵屋 這些舊糖樓內部的牆壁 窗戶都是木材建造 只有廚房的空間是水泥建成 作為香港少有的保留露台的糖樓 一開門窗便解皆方 大家住在一起 日子是十年十年的過 各自脾氣 家長里短都熟悉在心 我小弟那時候就 日本帶香港 我走了回大陸 耕田 耕田 耕田到六、二年多 走出來 和我幫忙 我又做過PC塑膠 又在政府才做過 今天還要退休 現在我們回去 吃完早餐看報紙 一、兩、三、五點鐘 終於是看電視 終於是出廚房 廚房 只有做自己的事 我出來三年住了三年 紙都不懂得讀 最多見到面 喊早安 幸好的 就說了兩句 這間屋子在做甚麼 在給人住 不是在做博物館 原本有它的功能 其實是在服務人 所以屋子和人 是密不可分的關係 但是將它變成一個博物館 正正是一個問題 就是你將人和屋子分開了 將裡面不停在活動 在運作的一些片段 一些生活 其實你一下子抽離了 但是城市不是一個這樣的城市 城市它本身有一個能量 有一個動力不停去運轉 誰知道呢 到這個市建局第二次來的時候 他做了一件很厲害的事 他就來做一個叫做 冬節引喉的 他都 等到那些這樣的街坊 覺得 如果我一族 可能連屋子都不能住 幸好 阿何彤 就是外來人 他爛命一條 得到街坊這麼好的照顧 他就覺得 一定要跟街坊一起做些事 於是他就去解冬節了 然後街坊說我們怎麼辦 我們不夠他們鬥的 我還說不是跟他們鬥 我們一定要轉結起來 想起這本身的方案 遞交上去 要求政府佔納街坊 從低層 從基層開始 所採納的建議 甚至有些搬出街坊 我之前也說過 搬出街坊 都經常擋棄 對於他們來說 六七十歲 我適應了五六十年 在這個區域 再搬出街坊 是難一點 還要說可能 到他適應得來 他可能身體已經很差 或者沒有活動能力 其實是很殘忍的 我覺得 對於他們來說 以前這裏的門 就這樣一插鎖田 一扭就行了 就是這裏的 現在那些就插完 要拉一拉有個病 然後 一一一下去扭個按鈕 現在公屋有些新的門 是未必懂得開的 你覺得很適應 很適應 不是的 當你在那個社會生存之後 沒有事情 大家覺得不得力 你看我 因為我長久了一級 我高了一級 你覺得有了 很多人 如果當你同時間來看 在那裏 沒有分別 是不是 沒有分別 即是你跟他都沒有分別 但他喝茶就喝茶 有什麼分別 你們現在 用你們現時的階段 自然的享受 去想回我們以前 可能 我最初在灣仔 我不吃烏頭 因為是一種泥味 原來進來 這些烏頭不同 有游泳 沒有泥味 沒有人知道 原來那時候被人找笨 吃完那些泥頭呼籲 現在 這些就是代表 你怎麼去比較 你不來到 你沒有得比較 你如果身處這個境遇 你才懂得將它來比較 將它比較之後 你知道哪個 你自己的價值觀 所謂保育 這些是 那些刮佬的 高保元 製造一些藉口出來 多些精圍 但是補什麼樣 好像我們現在補什麼肉 在香港 吃它 現在有什麼保育 我不覺得有什麼保育 我自己搞的 是不是 我自己做好的 那些屋 哪裏有幫的 政府沒有幫到 有個想 你看 我知道 我自己住的那些橫樑 有五六條 通了 有百藝有東西 我知道會穿的 我吵過 你不要那裏 那裏沒有東西 沒有人來的 有些我們自己做 幫他做 是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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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維持自己的工作 維持自己的入息 去生存 廚房門 有幾條木 沒有息水 就這樣 不是根本幫我們 我覺得 誰幫得我們 到頭來 現在 政府說多少錢補多少 從頭到尾 都是補那麼多錢 袁伯和太太結婚時 也是住在藍屋 幾十年前種下的大樹 早已綠陰匆匆 後來辦廠做生意 成了上市公司的主席 自然搬去了和文田豪宅 三年前他選擇搬走 在元朗買了間村屋住下 他說有錢了 自然和街坊疏遠了 他也不在乎 階級不一樣 沒什麼大不了 我們是不是高估了 這種街坊關係 高估了人和土地 和房屋的情感聯繫 房子能留下的記憶 離現在真實的生活很遠 什麼社區文化 街坊關係 感同身受並不容易 她不收 她要收 小田那些人 只有一個餃子 他幫了什麼 我沒有人家 我不覺得他幫了什麼 只有一個工作 只有一個好看 就是在當作文 當時留了一整篇文章 都是文章 當時幫了什麼 他搞了這麼多的東西 政府好像要因勾癢 當作是死 那些問題是錢問題 任何的都會加 你就是自己 这个草包有了就无所谓 无权无势就无得争取 香港卫视张绍威与您一起决战斑交 南疆重要的城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伯觉得大家所谓的关心 保护 都是为了工作 为了赚钱 并没有人真的可以帮忙 什么才是保育 什么才是给救楼生命 什么又是我们舍不得而又抓不住的东西 现在没有了不得地区又怎样呢 你不就算数了 不去了 是不是 你觉得不捨得而已 根本上你的思想 你的造作已经脱离了 是不是 他说可以留屋留人 这个构式在2007年的时候 天星码头 皇后码头的一个所谓的保育浪潮 其实都不是一个保育 其实是一个反对将土地资本化的过程的一个浪潮 有一个主体性去规划我们的土地应该是给什么人用 其实在问一个这样的问题 南屋它不牵涉一个很大量的资本 其实你看到同时间 李东佳和观塘 这两个全港最大型的重建 其实是没得选择的 它总共是480亿的一个资本的增值 那你会看到南屋的成功是有一种 有一种运动的累积 和一种社会气候 社会压力 是正正有一个这样的时机去得到一个这样的成果 本来基本上是不想 但是环境到你不想 不过呢 如果我搬开了都没所谓的 你把单位留下给一批最后最需要的人 住都一样而已 我们搬去楼又留人就为了什么 为了需要的人来住 如果你不搬去呢 它拆掉它 你变得什么 那些有钱人住的 三个起床 好像上条空那样 07年开设的香港故事馆 展示旧时人们的生活用品 又有街坊组成的岛赏团 介绍兰屋以及这里的生活 未来会有新人住进来 小田他们希望租客可以贡献这个社区 维系房屋和人的关系 可即便是陈伯他们的子女 在这住了十几年 彼此一分开 关系也就淡了 陈伯他们口中的街坊关系 似乎成了奢侈 街坊关系就随你居者去做 联系不联系你自己身份去做 你的街坊 上上下下那些 上上落落那些 看惯了就熟悉了 有打烧枯就熟悉了 关系是很重要的 社工商是很重要的 刚才不是一个人做到的 要大家拿出来 都是要你拿个心出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气天城》 访派人生 给你最完美曲线 不爱三角的体重型 完美重型 完美再生 深圳的大医院 美丽的改变 美丽的改变 我心目中好像最伟大的职业 就是老师 他像看小怪物一样 看到说 这个孩子怎么会读报纸 让孩子知道为什么学习 比让他去学习重要 然后让孩子学会学习 比他学会知识要重要的 那是一个什么环境 什么氛围呢 比方说 我们开过去了 孩子就这样开过去了 然后到了洗手间洗手的时候 我们可以教他英文的儿歌 有你们支持 我才可以站硬 不碰毒品 回家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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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反映每时每刻的热门话题 最新突发世界 经历多种声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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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